先生呢他要这个讲这个担任主讲人 我们得先给他发一个聘书 那我们就请这个文言院的这个邓小南院长呢 也先给这个这个韩威呢 来发一下这个证书 你先请到这边了 好表示祝贺啊 好那还有一个 这不是证书了 这是一个纪念品 这个纪念品也很有意思 我们经常把这个海报啊 我还能够接下来 大家都很高兴 我希望您也高兴 谢谢 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荣幸 我们请了这个北大的你是卫民学者啊 也是这个卫民湖畔的这个学术新锐 因为那个韩威呢 从毕业以来呢 机缘也很好 我们北大呢 平台也很高 他就是这个整理这个北大入常的一批汉奸 那么他非常的勤奋努力了 那么他的这个北大的老子这个汉奸呢 出版之后呢 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兴趣都很广了 我们也跟他呢 有很多的交流 包括也在一起呢 这个 开过一些这个学术研讨会啊 什么的啊 那么北大汉奸这个周迅 也是个重要的一个文献 那么这个文献呢 据说已经出版了啊 我们还有待于这个进一步的这个研究呢 不过这个韩威先生呢 作为一个这个整理者呢 他是以朝先编 他这个已经进水楼台先得月 已经做了一些这个研究 我们很期待呢 他一会儿给我们做这个 这个精彩的这个报告了 那么我们今天呢 还非常的荣幸 请到了这个 我们陈姑英老师来这个做评议人 那陈先生呢 是台湾大学的荣修教授 也是我们北大的课作教授 后来台湾 台湾那个大学荣修之后呢 又回到北大呢 这个长期的担任我们的这个 人文讲习教授啊 他这个住宿等身了 我用不着我多介绍了 也应该说呢 是我们到家黄老学 这个领域里面的这个 起手了啊 就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了 那我们高研院呢 还有邓小南老师 曲京东老师 他们也大驾光临 我们也觉得蓬毙生辉啊 那么下面呢 我就不多说了 我们就请这个 韩伟老师呢 发表这个精彩的演讲 那么请那个韩老师 和这个陈老师 要不坐那里 你等一下 那就是这样 要不然先 因为陈老师呢 他经常会活动一下筋骨 那您先讲 好吧 您是坐那儿 还是在这儿 在这儿 那就好 那我用这个 谢谢大家 首先感谢那个邓小南老师 还有这个文言院 邀请我来做这个讲座 给我这么一个学习的机会 然后也非常荣幸的 这个由郑开老师来主持这个讲座 然后又邀请到了 我非常敬重的这个前辈 陈古硬先生 这让我这个小子感觉到无地自容 几乎 那我今天呢 就是作为参加整理的这个周迅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篇这个竹书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然后对他的这个学派归属和他的性质 有一点推测 大家都知道 陈古硬先生是这个道家思想研究的这个大家 然后他对这个黄老博书 曾经出版过这个皇帝四经金著金义 有非常深的研究 我也是今天拿这个讲座来向陈先生请教 就是希望呢 跟陈先生有碰撞出更多思想的火花来 是吧 也希望大家在提问的阶段 能够给我这个更多的启发 那么就现在开始介绍 大家知道我们北京大学收藏的这个西汉竹书呢 它是在2009年的1月 入藏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 这个是从海外抢救回归的一批流散的宝贵的这个典籍 当时这个入藏的时候呢 它是这样放在这个一些塑料的这个包装箱里面 然后覆盖着这个薄膜 后来经过我们的这个整理拍照 然后现在呢 全部都是用这个玻璃片固定好了以后 把它浸泡在纯净水里面保存 现在保存在赛克勒博物馆 有一间专门的库房 然后我们下面的整理和研究呢 都是根据这个拍照的照片 那么这批西汉竹简 它的概况呢 大概一共有竹简是3300多枚 这个是包括完整的和残断的竹简在内 那么我们估计经过一个整理和拼合以后 完整的竹简大概在2500枚左右 在目前来讲 这个出土的西汉的这个典籍类的竹简 这个是数量最大的一批 那么这批竹简按照长度呢 就分三种规格大致 一种是这个长简 大概有46厘米 汉尺汉代的尺度是相当于两尺 它的内容呢 都是这个属于这个古代的选择类 就是选日子 跟现在的皇历比较近似的 都有他们自己有有篇题 叫日书日记和日约 有这样三种书 那么还有一种是短简 就是相当于这个长简的一半 23厘米就是一尺左右 这个内容呢 完全不都是一方 就是古代的这个治病的 各种的这个药方 还有呢 就是中等长度的简 大概从29厘米多到32厘米多 一尺三寸到四寸 那么其他内容的这个书呢 全部都属于这种中等长度的简 周迅也是属于这种中等的简 那么全部的典籍按照性质呢 它都属于古代的书籍 这里面没有这个文书档案 法律呀 还有这个包括这个随葬物品的这个浅册 什么这些性质的文书类的东西 没有 它的内容 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呢 大致涵盖了汉书一文字 大家知道汉书一文字 划分了有六略 有诸子师父兵书 这个六亿诸子师父 兵书数数方济 这个是六大门类 这个里面大概除了兵书 我们这个汉简里面 没有这个正儿八经的 属于兵书的内容 属于有一些简 是属于这个数数类文献 跟这个兵阴阳家有关系 但是呢 其他的门类基本上都覆盖了 所以它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那么它的学术价值呢 可以说是继这个70年代 著名的银雀山汉简 和马王堆博书之后 出土的又一座西汉的典籍宝库 从它的这个书写的 这个文字的这个字体 还有这个书法的风格来看 年代是在西汉中期 因为它是古代的书籍 所以里面呢 出现的纪年的这种文字不多 只有一个年号 就孝景元年 大家知道孝景呢 是这个景地的士号 就只有景地死后 才会出现孝景这样的一个称号 所以这批竹书 它的抄写年代上限呢 大概就是在汉武帝 我们估计就是在汉武帝前后 那么这批竹书的内容 就是我们现在呢 就是把它整理出版 编辑出版 有一套这个大型的资料报告集 就是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 那么计划呢 是出版分为七卷 这个陆续出版 现在已经出版的是前五卷 第一卷呢 是由朱锋汉先生 整理的这个苍结篇 这叫苍结篇 是一个汉代的小学文献 这个按照汉制的划分呢 它是属于六亿类的 这个小学 后面 第二卷呢 就是由我整理的这个老子 这个是最先出版的 第三卷呢 就是周迅 有这样几种书 主要的是周迅 然后还有这个赵正书 另外还有这个一部分 比较零散的这个残检 我们把它定名叫儒家说 从和阴阳家言 属于诸子类的 这一侧我们 就是第二卷 第三卷 基本上属于汉制的诸子类的文献 那么第四卷呢 是两种这个文学类的 在汉制里面 就把它归为师父的 这里面有一篇就是一个汉父 它的标题叫反淫 另外呢 还有一篇也是汉父 但是呢 它的形式 有点像后代的这个小说 叫忘记 大家可能通过这个各种媒体的报道 有一点了解 就是讲一个 一个世人家族 家庭的内部 然后这个正妻很丑 然后娶着一个小妾很美 然后这个大老婆 嫉妒小老婆 然后引发着一个家庭纠纷 非常有意思 这个这两种文献可以说是 对改写中国早期的这个文学史 有一个非常大的推动作用 第五卷呢 是这个五种术术类的文献 这个是由李灵先生 还有这个我们的陈堪李老师 陈苏震老师 他们一起整理的 有五种书 叫做经诀 六博 语书 勘语和节 第六卷和第七卷呢 现在尚在整理中 这个由李灵先生和陈堪李老师 负责的这个日书类 这个三种 还有第七卷呢 是这个一方 这个是由李家浩先生 还有其他的几位这个先生 他们这个负责整理的 这个就是已经出版的前五卷的这个书影 是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 那么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竹书周迅的这个概况 这个周迅呢 现存竹简是211枚 完整简是206枚 残简呢 有五枚 那么他还有一部分竹简是已经散湿了 他的完整简是长30厘米 多一点 然后宽是0.8到1.1厘米左右 那么大家知道这个竹书竹简呢 是用这个边绳 就用绳子 所以孔子说读这个意 尾边三角 是吧 就是一般这个我们的这个竹书啊 都有上中下三道边绳 然后在这个捆边绳的地方呢 他会刻一个小缺口 原来固定这个边绳 以免他这个上下滑动 这个形式呢 跟这个老子简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他写字呢 一般美简就是写24个字 这个文字的那个行款 是非常整齐均匀的 书体呢 是非常接近成熟的这种汉粒的八分体 所以这种蚕头燕尾的风格已经出来了 过后我们给大家看照片 他和这个河北定县八角狼汉墓出的这个这个中山淮王墓的这个汉检呢 这个文字比较接近 那么后者的这个年代呢 八角狼汉检应该是在宣帝时期 差不多 就是要比他要晚一点 所以周迅的这个文字的字体显得要更古朴一点 大家也知道 最近这个非常热的这个江西的海昏侯墓 海昏墓墓出的这个简读的这个书体呢 就比我们这个周迅要显得更晚一些 更成熟 他年代基本上在宣帝时期了 所以这个周迅的朝鲜年代 我们估计就是五帝朝帝之间 大概不会晚到宣帝 那么在这个竹简的背后 这是我们北大西岸竹书的整理过程中的一个重大的发现 就是有这种刻滑的痕迹 这个刻滑的痕迹呢 是跟竹简的边连的顺序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在整理老子的过程之中 就根据这个刻滑痕迹来复原了这个老子的原来的篇章顺序 这个周迅的整理过程之中呢 这个花痕给我们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启示作用 有很多地方如果没有这个花痕的这个参考 我们是难以决断 就是它是应该怎么样衔接的 那个这个就是右边呢 是这个周迅的完整简 就是我们从书里面取的照片 它是大概圆大的 左边呢是这个我们放大的图板 就放大两倍以后 这个就把它结成两段了 把一枚简结成两段才能融到一页书里面去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书法是非常精美的 这个周迅的 他的自己有一个偏题 是写在第三号简的背面 靠近竹简的上端 这个地方 他要把那个竹简的那个表皮给刮掉 就是那个竹青的皮 因为它很光滑了 如果不刮掉的话 不容易固着墨迹 这两个字写的非常端正的 跟那个正文的书体是一样的 那就应该是抄写这个周迅的人 他所写的这个偏题 但是呢 在他的这个最后一枚简 这个底下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这个地方 中间隔了一段距离 写了四个字 大凡六千 这个大凡就是一个推测之词了 就是不是这个准确的统计 就是他估计的 大概有六千字 这个字体大家可以看到 跟周迅的正文是不一样 写的是比较草率的 所以我估计他是这个读书的人 就是使用者 在这个读书的过程之中 可能自己添加的 不是这个书的抄写者写的 这种在篇末出现的 这个统计字数的这种伪题 陈梦佳先生叫他计字伪题 有些呢是精确的统计的 比如我们的这个汉奸老子 他的德经道经 就是上经 他叫上经下经 他的篇末都有 凡多少多少多少字 那个他是精确到个位数的 就是虽然后来我数了以后 他跟那个实际的字数也不一样 但是当时的这个抄写者 他应该还是认真的统计过这个字数 但是周迅这个显然 他只是一个大致的估计 那么他只有一个偏题 也只有一个伪题 因此我们估计 他原来是200多枚竹简 编成一个检测 就是一个完整的检测 然后收卷起来 这个跟汉奸老子不一样 老子的话 他是分上经和下经 就是我们说的德经道经 今天的 是各自有一个偏题 在背后 然后各自呢 有一个字数的尾题 所以他原来肯定是有两个检测 就是上经是一卷 下经是一卷 那么我们如果以他一般的 每减24个字推算的话 他全篇如果有6000字 应该就是有250枚竹简 实际的字数 简数可能是要略多一些 因为很多简是没有写满24个字的 但是现在呢 保存了211枚 大概5000字左右 那也就是说 还有40多枚竹简 将近1000字的内容 已经遗失了 这个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也不知道以后会不会发现 但是这个幸运的是吧 我们这个周迅 它的整体的结构大致还是保存的比较完整的 就是我们可以窥见这篇文献它的原貌 它的主体呢 是分为14章 这个汉代的话 就这样的一个段落 他们秦汉人的这个自称 就是把它称为章 这个有这个简薄文献的证据 在每一章的开头 都有一个圆形的这个末点 这是它的分章的符号 一个提示符号 这个在北大的族书里 西汉族书里面 还有包括其他出土的这个秦汉的简薄里面 都很常见的 就是用这个圆形的末点 作为一个分章的 这个一个起手的这个提示符 这张如果抄完了之后呢 这个主简没写完写满 它就不会继续抄了 要另起一行再写下一张 最后就会形成一个一段这个空白 它大多数的章都是这样的 就是这样一种格式 很明显 就是为岁某月耕旦之日 耕旦在这个文献里面是有记载的 就指硕日 每个月的初一这一天 叫做耕旦 然后公太子朝 公太子是一个人名 这个公字应该是他死了以后的这个嗜好 然后周昭文公是另外一个人 应该地位比他高 字身赤之 这个二字可能应该读为赤 就是训诫的意思 用字念也 就是我亲自自身是亲自的意思 亲自的来教训他 然后呢给他一个书 让他用这个来念 就复习的意思 然后呢 这个你看右边这个就是 维岁润月这一章 耕旦之日 然后公太子朝 到最后这个讲完了之后 又有一段话叫这个 以教太子用字念 就是周昭文公已经教完了以后 然后这个把这个 思乃寿之书而自身主之约 如免无望遂某月耕旦之训 这个是无望遂润月耕旦之训 下面正月二月三月都是一样的 每张开头结尾都要这么一个套路 然后这个是以月名作为顺序 一字就是从正月开始 一直到十二月 十二月之后呢 有一个润月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 叫遂中享贺之日 他的这个章末的这个跟其他的说法不一样 他叫腊之明日 心碎之训 这个遂中享贺之日 就我们研究呢 他就是腊日的第二天 就是腊明日 就是古代的就是在腊祭这一天的第二天呢 有举行这个宴享朝会和贺岁的这个习俗 所以这个是这两个日子是指的同一天 这个就是同一章 那么他每一章的结构 一般都是讲一个历史故事 除了二月和十二月有两个故事以外 一般每章就一个故事 后面呢 再加上一段或长或短的议论文字 只有正月章 这一章是比较特别的 他全部都是议论文字 这个我们下面要重点来讲 而这个十二月章 就是他后面是讲了两个故事 但是在这个故事之前呢 也有一篇这个比较长的议论文字 好像这个正月和十二月 形成了一个首尾呼应的关系 比较有意思 大家可以看到 这些故事里面 我们标成蓝色的这两个 是在传世文献 吕士春秋啊 说院里面出现过的 而且这个文字是非常接近的 而其他的这些标红色的故事呢 是在传世文献里面有影子 有一些记载 或者说类似的故事 但是没有这个周迅详细 或者说跟周迅的不太一样 另外这些黑色的呢 都是我们以前没有发现过的 就是从来没有见过的 这种一些故事 那么这些故事的 他有一个 好像是有一个中心思想的 里面有七章的内容 都跟历四有关系 都是这些明军教育 他们的继承人 你要怎么怎么样好好做 你如果不好好做的话 你就可能被废掉 就会被人代替 或者是讲这个 某些这个古代的 这个明军的太子 因为自身不贤明 做得不好 所以就被废掉了 这样的这个章节是比较多的 有七章 那么后面还有一些章 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他开始 我们可以看到这些 都不是用这个 维岁某月耕淡之讯 没有这么一个格套 在投尾 而是一开始就直接的叙事 这样的竹简 大概现在有26枚 还保存了 它的内容也是很有意思的 按照我们的这个复原的话 它应该开始 有一个章是跟姚有关系的 应该是姚对顺讲一个话 然后下面是这个顺 把这个商君 顺的儿子给废掉了 再下面是这个 我们看汤卫太甲约 这个是下面是昌卫发约 昌就是周文王 发是周武王 然后发为雍约 这个雍应该就是读为宋 就是周武王和周承王 下面又是秦穆宫 然后岳王勾建 最后还有齐桓宫 中间有一些章节残缺了 主要是属于 大概属于春秋五霸 这部分的内容 而这个部分内容 和最终的这个 岁空享贺之日 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 这个岁空享贺之日的这一章 它的最后一句是讲到 跟其他章不一样 其他章是太子用自念 这个是太子以六王五霸之念 那么它的内容 一开始也是说 瑶把他的爱子丹珠给废掉了 然后立了这个余顺 就是顺 它的结尾 可能是跟齐桓宫有关系的 一句话 所以我觉得 这个这章的内容 其实它本来讲的 就是所谓六王五霸 这个六王五霸 这个词 就是建于李氏春秋 这个当务片里面 六王就是尧顺与汤文武 五霸的话 当然在这个战国文献里面 有不同的说法 按照这个周迅里面 出现的人物的话 肯定有晋文公 齐桓公 有岳王勾建 这个秦穆公 可能还有吴王和鲁 我怀疑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出现过楚庄王 还有宋香公 这个是不是说都湿了 我们就不知道 所以它的这个 这群这个比较小的 这个短小的章节 他们的排列顺序 和最后一章 是非常相似的 我就完全 这个是符合 这个六王五霸的这个顺序 所以这部分内容 应该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总结这个周迅全篇的结构 我把它提出一个推测 就是它应该分为四层 这个结构 第一层是从正月到12月的这些章 第二层是这个润月 第三层是这个所谓的 比较短小的章 第四层是最后的这一章 最终享和之章 所以周迅的这个文本的形成 就借用顾杰刚先生的 这个著名的这个层蕾说 它也是一个层蕾形成的过程 可能最早的时候 就是编辑的是这个 正月到12月的这部分 后来的话 增加了一个润月这一章 后来逐渐的又附加上去了 这些比较短小的章 最后在这个小章的基础式上 形成了最后一章 所以它这个14章的结构 是这样形成的 它所记的这个历史故事的年代 最晚的就是到秦县宫 秦县宫的在位年代 大概是公元前四世纪的中期 那么周焯文公和公太子 这两个人物是在史记上有记载的 鉴于史记的周本记 还有战国策 所以这个周焯文公 应该是这个差不多活动在 公元前四世纪的这个 末页 这个时段 公太子 应该是他的太子 在这个书里面看 所以他的记事的这个 这个年代下限 是不晚于公元前四世纪 就是三级几年之末 公元前三百年 恐怕就是在这个时段 另外从他的文字 他的一些出现的用词 还有一些语法的特征来看 都是战国晚期比较流行的 而没有这个汉代 才出现的这种语法现象 所以我认为 他的成熟年代 应该是在战国晚期 就是说他虽然是 汉代著陆的一个 王毅的古书 但是他的这个本身 应该是一个战国的 一个著作 那么非常巧的是 在汉书一文志的 这个朱子烈的《道家》底下 著陆里有一本书 叫做《周迅十四篇》 他的这个题目 我们知道周迅的迅 他那个迅字 是写成那个寻化的寻 但是他肯定是一个假结字 就是要读为迅 那么他正好是十四篇 跟这个周迅的十四章 完全一致 所以一开始 我们就认为 这个周迅 就是汉书一文志的 那个周迅十四篇 但是呢 从一开始 我们介绍这个文献的时候 就包括 求西归先生 还有其他一些学者 他们都怀疑 这个竹书的周迅 到底是不是汉志的周迅 因为从这个内容上来看 这个竹书的周迅 都是在讲一些历史故事 跟我们通常所熟知的 道家的这个文献 完全不相似 这个道家的这个周迅 跟这个到底究竟是不是一回事 但是现在呢 经过我们这个最终的这个整理 和研究 我们确定 就是他应该还是同一种书 下面呢 我们就从这个 他的思想中指上面 来讲讲周迅 周迅呢 他其实就是他以这个叙述 这个历史故事 占了这个绝大多数的篇幅 但是其中呢 他要加序加义 就是要加上一些 这个对太子的训诫 这里面呢 主要是讲一些 治国为君之道 那么这个 这种治国为君之道呢 集中的这个论述 是集中在这个正月章 我们说正月这一章 是跟其他章的形式 都不一样的 他没有讲故事 就是完全都是议论 那这种议论 是采取一种排比的句式 就是他的句式就是 为人君者不可以如何如何 现在呢 保存了11个不可以 由于没减这个遗失了 所以原来应该是有12个 这12个不可以呢 正好大概就是两两为一组 就是每一组呢 就有一个主题 似乎是这个样子 我们看第一组呢 就是第一个 是为人君者赏罚不可以不当 第二个呢 是为人君者绝遇不可以不正 这个赏罚和绝遇 大家一看 这个就是法家经常讲的东西 就是我们在法家 这个文献里面经常看到 这个是出现频率很高的 这个词汇 第二组呢 就是跟这个说话有关系 就是第三个是 为人君者不可以轻言 第四个是 为人君者不可以言不至 就是你说话不可以草率 要慎言 不可以说不明智的话 第三组的话 这个是其实跟这个最后的第六组有关系 就是比较相似 都是讲这个为人君者 你行事要周密 不能让这个臣下 轻易的揣测到你的心思 你像这个第五 就说为人君者不可以尽情于其神 你不可以把你的这个实情 让你的臣下全部都了解 摸透你的底牌 第六一个是为人君者不可以大雀 这个雀就是太忠厚 太老实 太老实下面他说了 就是这个大雀了以后 就是你太老实 就会太信人 就是过于相信别人 过于相信别人 你就可以被欺骗 可况 那么可以被欺骗的话 你的权柄就可以被夺走 这种话 就是我们在韩非子里面 见到是最多的 这就是道家和法家 所讲的这个军人难面之术 就是这个为君者 怎么样去控寓陈下 第四组呢 又跟这个养生似乎有关系 就是第七个 他只剩了三个字 就是仿于兽 就是你大概你做的什么事情不对 会减损你的寿命 第八一个呢 是为人君者不可以大雀 你不可以这个酗酒 下面也讲到酗酒 就是会昏庸无道 然后呢 也是会大权旁落 第五组的话 这个跟听 就是这个怎么样 从陈下那个地方来 获取情报 获取信息 有关系 他说为人君者不可以不好听 下面也讲到听 怎么样去听 然后呢 为人君者不可以信铲 不可以听信铲言 最后一组 实际上也是跟那个 刚才的五六是比较相似的 就是喜怒不可以悬发之于钱 还有不可以通其群臣之言 就是你不能在大臣之间互相传话 这个假对你说的话 你转眼头告诉已了 这个是非常 当领导都是很忌讳 这个我们知道 这个我们这个领导术里面 都有都会讲到这部分内容的 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 12个不可以 有四个是跟君人难面之术有关 两个呢 是跟这个赏罚刑狱有关的 还有这两个呢 是跟养生有关系 所以这些内容 从他的这个整个来看 跟儒家的那个是相差比较大的 而跟这个法家 还有这个道家 是对关系是比较密切的 这个正月章里面呢 非常有意思的 他引用了这个两段话 一个是彭祖的话 就是我们讲到的是 不可以清言这个地方 他说清言则多诗 多诗则多悔 故彭祖曰 戒之戒之 言不可追 此之未乎 这个彭祖的话 我们在传世文献里面 原来从来没有看到过 就是也不知道 这话是彭祖说的 这个但是啊 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他是在这个秦简 这个唯利之道 我们知道这个唯利之道 这个书呢 是最早是在那个70年代 上世纪70年代发现的 于梦睡虎地秦简里面 发现的 他是一种这个秦代 也可能从战国晚期 就开 末年就开始了 由这个大概有官方编辑了以后 颁发给这个官吏的 像这个道德修养手册 就现在的那个什么 学习材料 里面就讲这个 为官为利的人 要注意的一些守则 然后你的道德修养 应该怎么怎么样 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发现了 好几批的勤简里面 都有这种文献 比如像这个下面讲 这个阅录勤简 为利至官及前手 他是有一个标题的 以前的那个 与孟勤简的 那个为利之道 是编者家的 整理者家的 这个为利之道 他没有自己的标题 现在我们发现 他的标题就叫 为利至官 就是管理官府 以及前手是百姓 你怎么去管理这些 官府和百姓的一些事情 而这两个里面 都出现了 跟这个彭祖的话 非常相似的 比如说第一个 借知借知才不可归 谨知尽知谋不可疑 甚知甚知言不可追 他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借知借知 出现在前面了 但是慎知甚知 跟言不可追搭配 但是他下面 还有一段话 也就出现了 借知借知言不可追 这个话 下面还有 这个文体的形式 非常类似的 就是什么知 什么知 然后下面是 什么不可 什么 在这个月禄勤简 这个里面也有 慎知甚知言不可追 这样的话 而且他们都有 这个触体之心 不可长 这样的一句话 那么以前我们就不知道 这段话是从什么地方 它的出处是哪里 现在的话 有了周迅 然后呢 就是我们联想到了 在上海博物馆收藏的 这个战国除简里面 有一篇叫彭祖 这个里面是彭祖和狗老 就是他们的对话 这个里面就有一句话 叫做什么什么 一个从心的字 上面已经残缺了 底下个重文符号 什么什么之谋不可行 下面呢 触体之心不可长 我们如果把这些文献 串联起来的话 就可以确定 就是上博除简的那个彭祖 应该就是这些 这段这种材料的 它最初的这个来源 甚至我们可以推断 这个地方应该是 某支某支 支字下面可能是 拖了一个重文符号 谋不可行 然后触体之心不可长 所以这个 就通过周训 我们就可以确定 唯利之道里面的 这些段落 可能是出自于彭祖书 而彭祖大家知道 是一个传说中的 著名的老寿星 后代在汉书医院制里面 没有注录彭祖的书 但是到那个 一直到随书经济制里面 还有彭祖的书 彭祖因为他是长寿的代表 所以依托彭祖的这些书 都是跟方济类养生 神仙家 这些是有关系的 但是上伯初见彭祖的发现 让我们看到 彭祖书里面还有一部分 是讲道德修养的 是跟诸子类比较相近的 这个是周训给我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 另外他又引了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 也是在正月章里面 这是在讲 不可以不好听 不好听则无从之下之情 顾必听而误闻 知而莫前 就是说你听 就是你就竖着耳朵听就行了 你听到了以后不要声张 不要把你听到的话 让这个大臣知道 这个就俗话说的 揣着明白装糊涂 就君主是要不动声色的 无论你知道不知道 都不能让臣下了解你在想什么 下面说 他引了一个谚语 此谚之所谓曰 不狂不聋 不能为人公者也 下面顾书曰 大智四狂 其此之未乎 这个呢 就是言不克先生 我忘了补充一句 就是周训是我跟言不克老师 一起合作整理的 在这个出版之前 言不克先生就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讨论这两句话 他详细检索了这个文献 就是找到他们在传世文献中 一些相似的句子 他们的出处 一个是太平欲览 引这个慎子 他说燕云 不聪不明不能为王 不古不龙不能为公 一铃也引了 但是没有燕云这两个字 这个就是慎子 大家知道他跟皇老 跟法家都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这我们下面再讲 另外呢 还有世明里面讲 他说故离语耶 汉代还有这个俗话 不阴不龙 不成孤公 这个有点变了 就是说 原来是讲王公 这个地方孤公呢 就是孤公婆婆 这个当公公婆婆管媳妇 管儿子 也跟这个皇帝管理大臣差不多 也是要装聋作哑 很多时候 下面其实还有好几条材料 就是经过魏晋 一直到唐代 这个话还在流传 所以王先谦 做这个世明书政补 他这里面还讲了 他们那个地方 还有这个谚语 就是这个 不吃不龙 做不得阿姑阿翁 这样的话 那么这个大致四狂 这个话 就是有两个文献 这个白石六帖 还有太平玉兰 他们引的都是说太公 太公云大致四狂 而且不颠不狂 齐名不张 这样的话 其实跟这个不狂不龙 不能为人公很像 而且这个里面很有意思 最后还有一个人名 叫陈平 大家知道陈平 是这个汉初 功臣之一 而且陈平 看书记载 他是学黄老术的 这个很有意思 就把这个黄老跟太公 联系起来了 还有周迅 下面呢 这个也是太平玉兰 引的这个周书 大家知道 很有意思 就是太公的这个话 在这个周迅里面叫书 而在这个太平玉兰的引文里面 也称他叫做周书 所以这个里面 也讲到了大致四狂 下面也有这样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可以确定 这个周迅尹的这个书 大致四狂这句话 就是出自太公 而太公的话 其实就是金传本的 所谓六涛 但是金传本的这个六涛 跟太公已经这个 看待的这个太公 面貌已经很不一样 但汉书一文志 注录的太公 它是一个篇幅很大的一类书 一共有两百多卷 分为谋 盐 兵 三类 就说就讲计谋的 也有讲这个 这个讨论正式的 还有讲用兵的 这种书 实际上在这个 战国道秦汉 都是归在阴谋书 所谓这个 大家看到这个 有一个话叫 周书阴谋 这种书 其实不是上书的那个书 就是他们也被称为书 但是他们主要呢 是讲这个 商周时期的这些名臣 尤其是这个 武王克商 这个过程之中 这个辅佐他的这些名臣 像这个太公 新甲 玉子 这批 然后他们怎么样使用 这个阴谋权术 然后包括一些兵略 然后这个夺取天下的 这种书 在这个战国时期 到西汉早期的 这个数量是非常大 流传很广 那么我们可以总结 就是周迅的 他的思想阻止 我觉得是以道家和法家为主的 但是呢 这里面还有一些 这个道德教训 似乎是儒家经常使用的 这个词汇 比如孝替词人 词汇温良 尊人贵信 这个类似的这些东西 还有一些这个段落 似乎跟墨家有关系 比如他有这个 立贤和让贤的思想 他里面讲 这个选立后四 一定要以贤 以贤为主 里面就 比如他引了一个 当然这是一个依托的话 谣戒顺 吃顺曰 至四无疑 以贤为夷 立后无正 以贤为命 就是要以贤良 为唯一的准则 还有这个里面 应该是这个谣对顺讲的话 他说为其无亲 则不若以国与世之贤人 这个是显然有 善让学说的这个影子在里面 而大家一般都认为 这个上贤 包括善让这种 学说的跟墨家的关系 比较密切 里面另外还有一些 敬天为鬼 这样的一个教训 比如说他说 汤对太假说 而不为天 其安得见日 而不示神 将于入籍 身病而体痛 岂能有序 而能为天 则寿命永长 而能示神 则无极样 像这样的这个 敬天为鬼 示神这样的话 实际上在战国晚期的诸子里面 是并不太多 但是在墨家 这个墨子里面 是比较多 大家知道墨子 有名鬼 这篇 所以我概括周迅的思想主旨 就可以说 用八个字 就是道法为刚 杂柔辱墨 这样的一种 好像是一种 比较含混的 比较杂柔的 这样的一种风格 而这样的一种 思想的倾向 好像跟我们 通常所熟悉的 老庄 这种道家的 这个经典 很不一样 但实际上 它跟西汉时期 尤其是西汉早期 这个人们所说的道家 是非常切合的 我们讲这个 战国诸子 就是最重要的 两段文献 可以说战国的学派的划分 就都是汉代人留下来的 就是这个 一个是这个司马迁 在这个史记太史公 这个字序里面 收录的这个 他父亲 司马谈的这篇 《论六家要旨》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 汉书一文志的朱子烈 这个每一家 前面的这个小旭 他的大旭和这个小旭 对各家的说明 那么在司马谈的 《论六家要旨》里面 他讲到道家 有一个很重要的话 叫因阴阳之大顺 才如墨之善 左明法之要 比如说这个 他的叙述的 这个六家的顺序 是阴阳为头 然后最后呢 用道家来做总结 就是道家是比前面的 那个各家 五家都要高明的 就是他 统设你们这个 前面的所有 这个各家的优点 但是没有你们的缺点 所以这个大家一看 就是这个道家 显然就是一个 一个这个 可以说是杂柔百家的 这样一种学 一种学问 而这个汉智的 诸子类 这个道家的小旭里面 讲说道家者流 盖出于史观 这个是大家熟悉的 就是汉智 有一个诸子 出于王冠说 后来学者 这个当然这个 像胡适 他们就反对这个 这个当然可以讨论 但是他反映 汉代人的一种 一种观念 一种认识 他说其中 后面一句话很重要 立即成败存亡 祸福古今之道 就是为什么 说他出于史观 因为道家要记载 这个历史上的 这些成败兴亡的教训 而周迅讲的 实际上确实就是 成败祸福存亡 古今之道 那么下面讲到 这个然后之禀要之本 清绪以自首 悲弱以自持 此君人难免之数也 就是道家的数 最重要的是 这个君人难免之数 这是汉人 对他的一个 一个理解 那么邱吉威先生 在他这个早年的 一篇文章里面 他就指出 就是在讨论 马王队博书的 这个黄老的文献的时候 他说西岸时期代表 这个最流行的 这个道家思想 就或者说是 这个当时道家思想的 一个主流 不是后人熟悉的 老庄业派的思想 而且老和庄还不一样 而是一种 以道法为主 肩包 这个阴阳 辱墨等家思想的 庞杂体系 实际上 邱先生本身 他也是赞同 持这样的一种观点 而他把这个 称之为道法家 在这个上世纪 大概80年代 就是大家比较早的研究 这种研究 马王堆的 这个黄老博书的时候 称之为道法家 或者新道家 有这种 这些概念 但是现在大家 不太用这些词了 一般是说 黄老道家 或者黄老之学 黄老学派 这样的一种说法 那么到底 什么是黄老呢 就是顾名思义 黄老的这个老 就是这个老子 我们这地方是用的 这个书 不是说这个人 就是说他还是 以老子这本书 为经典的 为他的这个理论的来源 而加以隐身产发的 这个发展起来的 这一派学问 那么黄是这个黄帝 就是主要是指 依托这个黄帝的故事 以及黄帝和他的 君臣下之间的对话 这样的一类书 所以老子是一本书 但是黄呢 是黄帝书 它是一类书 这种书 这个其实它的内涵 是非常非常丰富 很复杂的 那么汉书 书一文治 注录的这个黄帝书 这一类书 主要是分布在 诸子类的这个道家 和阴阳家下面 还有呢 就是数数和方济 大家知道数数是古代的一种 跟宇宙观有关的 就是采用这个 一套这个 以数字为基础的 这种宇宙模式 来进行推算 主要是跟这个 粘测 这个推算有关系的 这种学问 而方济呢 就是说跟医疗和养生 有关系的 李灵先生呢 早年呢 他有一篇很 很好的文章 就是推荐大家读读 叫说黄老 90年代 这个发表的 那么他这里面实际上 把这个道家 汉制的道家里面下 注录的这些书呢 分了四大类 第一类是这个阴谋书 那么其实这四大类 是按照一个先后顺序 来排列的 就我们可以看到 汉制的这个编者 最早当然是 刘相 刘心 父子 他们的这个别录 他对这个道家文献的 这个排列 包括其他的诸子 大家可以去看看 他的规律 其实也有同类似的规律 就是他还是按照 时代先后 这个阴谋书的话 就是他一开始的 这五种 伊尹 太公 新甲 玉子 还有管子 而伊尹的话 是商汤的臣 是吧 所以把他排在第一 下面呢 就是这个西州的 开国的一些名臣 就是太公 新甲和玉子 管子的话 那就是到了春秋时代了 第二类的话 他称之为先秦道经 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 像老子 文子 包括列子 这个庄子 什么的 一直到贺管子 这部分书是 大概数量最多的 第三种呢 就是皇帝书 只有这个五种书 就是一个 第一个是皇帝四经 还有皇帝明 皇帝君臣 这个顾名思义 大概是皇帝君臣的问答 然后杂皇帝 这个汉制里面 经常使用杂什么什么 就是不好归类的 乱七八糟的这些东西 就叫杂某某 放在一起 还有历木 历木这个是一个皇帝的大臣的名字 大概是以他 依托他的一种书 最后呢 是西汉时期的一些道论 是放在最后的 那么我们讲的这个周迅 他在什么位置呢 他是放在这个第二类 和第三类之间 就是先秦道经的后面 在皇帝书之前 我想他的这个编者 大概是出于这样的一种考虑 就是周迅从他的时代来看 他应该是这个战国的书 是吧 这里面写的人 是都是很清楚的 所以他把它放在先秦道经的后面 而他这个 又认为他是一种依托的 带有一托性质的 这样的性质呢 跟这个皇帝书比较相似 就是说不是这个实陆其事 而是这个 为了出于说理的目的 而这个依托历史人物 假托 而编编造出来的一种书 所以这个汉智 这个把周迅的这个定位 也可以看出 跟他的性质有关系的 那么李玲老师呢 他总结 就说皇老的皇呢 是偏技术 然后老呢 是偏思想 前者呢 主要是知识的基础 后者呢 是他的理论的抽象 其中老学 他认为 又分为这个 行明法术 和这个道家养生 这个神仙养生 这两个大的系统 而我们通常所讲的 这个就是汉代人 所讲的这个 皇老之学 他主要是讲 这个行明法术之学 那么这个方面呢 就是大家都经常引用的 这个两条史记里面的 文献材料 一个是孟子寻清列传 这个是讲这个 齐国的纪夏学派的时候 他会讲到 这个著名的这几个学者 慎道 这个是赵人 田匾皆子 其人 还渊 楚人 这些人呢 皆学皇老道德之术 他们都是学皇老道德之术的 因发明续其旨意 不顾慎道著十二论 还渊诸上下篇 而田匾皆子 皆有所论焉 那么另外大家很熟 就老子 韩非列传 从这个司马迁 把韩非和老子 放在一个传里面 你就可以看到 法家和道家的这个关系 尤其是跟老学的关系 所以韩非子里面 有《解老 遇老》这两篇 就法家他没有这个 这个这个 行而上学的 这个理论的经典 他的理论经典是什么 就是老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他讲到了 身子之学 就身不害 本于皇老而主行明 这个行明不是后来讲的 跟那个行事 打官司的那个行明 实验那个行明 就是行是通那个形状的行 也就是说跟明家有关系 明家是讲这个行明的变 就是概念和这个 这个事物之间的这个关系 那么韩非也是说 他洗行明法术之学 而其归本于皇老 就是他们都是这个 本于皇老的 那么在汉制里面 道家底下就有这个渊子 这个实际上就是通这个还渊 这个还 就是还渊的书 然后田子和截子 截子就是这个 田就是田片 截子呢 应该就是这个截子 法家底下就是有慎子 慎子还有韩子 这个韩子就是韩非子 大家都知道的 这些书大部分都王毅了 现在我们今存的 主要的大概就是韩非子 另外呢 就是吕氏春秋和淮南子 这两部大书 一个是成熟于战国末年 一个是成熟于西岸早期的 在汉制里面是把他归入杂家的 因为他无所不包 好像这个门派非常的庞杂 但实际上就说 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 他们都是属于皇老学派 大家都很熟悉 就是汉初的话 这个特别在五帝之前 这个皇老学说 可以说是占据 这个意识形态的一个统治地位的 当时的这个名臣 比如像陈平 曹参 吉岸这些人 都是说他们是治皇老之学的 一个著名的代表人物 就是文帝的皇后 就是窦太后 因为她活得很长 一直到五帝初年 她就是好皇老之学 所以汉武帝初年 这个好如数 想要启用如生 最后被窦太后打压下去了 这个事情是大家都知道的 所以这个影响一直到汉武帝时期 而这个地下出土的经典 就是1974年这个马王堆三号汉武 大家知道出土了很多的博书 这个里面呢 就是有两种老子的版本 就是甲本和乙本 在这个老子乙本的前面 抄了四种古书 就是叫经法 十六经 这个称和道元 那么 这个四种书 很多学生 包括陈先生 都是这样认为 就是他就是汉制的 这个皇帝四经 这里面呢 只有十六经里面 是明确出现皇帝的 而且是以皇帝和君臣的 这种问对 为主要的形式的 其他的这三种书里面 都没出现皇帝 但是他们总的思想 归入应该归入皇老 这个一派 大家都没有什么争议 所以也称之为皇老博书 另外的话 这个老子的甲本 他的这个眷后 有一种一书 就是叫九主 这个是属于义饮 就是甲托义的一种书 所以他也应该是 皇老之学的一种书 这个呢 左边呢 就是博书的这个十六经 然后右边呢 是这个经法 这个十六经的六字 也有学者认为认成大 叫十大经 但是最新出版的 这个复旦大学 球先生他们整理的 这个马王堆简薄集成 还是把这个字定为六 还是叫十六经 那么经法的一开篇 就是说道生法 这个在文革 大家知道 马王堆博书一出来 正好聘上评法批儒 所以最先被重视的 就是这个所谓皇帝四经 而且最重视的是这个经法 因为一开始就讲了道生法 这个法家 这个皇老学派 这个就是变成法家了 当然他确实是跟法家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下面讲到这个 对法的这个认识 和道的关系 讲得很明确的 那么这个十六经呢 是通过皇帝和这个立木 就是在这里面叫立黑 黑其实就是末 末是通墓 就是这个立黑就是立木 还有果同燕染 还有另外的一些 这个皇帝的大臣 他们的对话 来讲这个治国用兵之道 那么这个 这些书现在就是 我们现在研究 战国到汉初的皇老之学 到底是一个什么面貌 主要的材料 其实是就是这个 马王堆的这个皇老博书 那么周迅的这个 他的这个形式 又跟马王堆的这个 皇老博书不太一样 就是他不是这种 纯粹的议论文体 但是呢 他还是采取了一种 这个对话体的形式 他是采取了周昭文公 这个训诫这个公太子 这个呢 一般我们讲这种问答体 都是这个皇帝 君主去问大臣 然后大臣呢 作为一个说话的主体 来阐述这些道理 而他这种训诫体呢 这个把这个说话的人 给颠倒过来了 就是在上面的这个 君主训他的儿子 然后这个君主的 是说话的人 但实际上 他们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都是借助这种 一种对话形式 来把这个话给引出来 所以他虽然采取 这个周昭文公 训诫公太子的这个形式 那么这两个人实际上 都不是什么特别有名的人物 在史籍里面出现的 只是惊鸿一闪 但是呢 这个他拿他 作为一个依托的对象 我觉得这也不是偶然的 从他里面的一些迹象看来呢 确实他的一些原始材料 可能是跟这个周昭文公 这个人物有关系 就是也可能就是说 是来源于他的臣下 或者是门客 因为史籍记载 这个周昭文公 是当时的一位明君 他门下也养了很多的这个世人 那么后来的编者 很可能我觉得应该是战国晚期 两周地区的这个世人 所以他们这个传承了 这部分的这个文献 所以周昭所说 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历史实录 他是依托历史人物 借助这个讲历史 来宣讲政治理念 所以从本质上来讲 他还是应该归入子书 而李玲老师他指出 就说子书其实跟这个世语类 是很有关系的 就是我们看的很多子书里面 都是一个老师和学生的这种对话题 孟子是这样 然后这个其他好多也是这样 其实他们跟那个早期的这种 所谓阴谋书里面的这种君臣对话题 都有这个形式上面的一种继承关系 而且周迅的这种一种 可以说是道法结合杂柔辱墨 他的这个思想倾向 跟黄老道家是相符的 那么他这个通过奖历史 来宣扬制道的这种形式 也符合汉制的对道家的描绘 就是说立即成败存亡 获福古今之道 而且跟史官有很密切的渊源关系 这个汉制里面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在班固的这个字柱里面 他引了刘相的别录 这个说就是在周迅底下 这个班固的柱引刘相说 别录云 这个人间小书其言俗博 就是对周迅的评价 可以说是刘相对周迅的评价 这个人应该是这个到唐代以后 比这个民的会 比李世民的会给改的 应该本来是说民间小书 从这个周迅的篇幅来看 六千字 跟战国的诸子比 当然是一本小书 就是跟到了汉代 他更不算这个什么出奇的这个书了 而且他总体上来看 我们看前面他讲的那些道理 都是比较平庸的 就是可以说比较俗的 无甚高论 文字呢也比较浅显易懂 所以刘相这个变懒皇家的这个图级 编这个别录这样的一个目录 那个学问是非常大的 在他看眼里这个周迅确实是不算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所以他的评价就是很低的 民间小书其言俗博 之所以这个周迅后来失传了 我估计跟这点有关系 就是因为他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已经过时了 而他的这个文献价值 包括他的这个文学思想的上面的价值都不太高 所以就不受重视了 慢慢的就被淘汰掉了 这个实际上我们讲 就是很多古书的王毅 都不是说说我们冰火呀 或者什么这个劫难呀 导致他散失了 很多也是一种自然选择的结果 就这个适一时一 他的这种思想慢慢的不再成为这个主流了 大家不关注了 就没人读他了 而阅读本身就是一种很重要的选择 有人读就会有人传抄他 后来就是包括印刷 没有人读没有人抄 没有人印 他自然就慢慢的就就亡议了 那么周迅我觉得他最重要的学术价值 他的重新发现 还不在于他给我们提供了什么思想上面的新的这个新材料 而在于他提供了一种新的这个道家著作的类型 就是说通过讲史来阐述这个治国为君之道 这在以前我们这种形式的这个著作是没有见过的 那么这就帮助我们重新去审视 就是战国秦汉 现在我们发现的这些简薄文献里面 有大量的这种历史题材的作品 都是我们一般都把它归为语类 就是跟国语啊什么这种很相似 大家如果关注的话 像上海博物馆的那个储竹书里面 有好多这种春秋战国时期的这种故事 好多也都是采取君臣问答的这种形式 然后现在公布的这个清华简 大家都很关注 里面现在最新公布的这个第六册 也是讲这个春秋时期的一些故事 所以这种作品在当时是大量的存在 可以说是汗牛冲动的 而他们实际上是紫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取材的一个来源 就是紫书里面要议论 他要依靠什么 就是他说理的这些论据 就我们去看韩非子啊 看吕氏春秋啊 这里面有好多的历史故事啊 实际上他们都是从这种这种历史题材的这种语类里面啊 这个摘抄选编出来的啊 所以他们之间啊 也有这种互相的影响啊 就互相的渗透的啊 这样一种关系啊 那么所以我们最后再讲一下就是从周迅啊 这个书啊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道家啊 和这个这个儒家啊 到底他们讲历史啊 有什么不同啊 就是这个周迅的这个讲历史啊 他有一个什么样的自己的特点啊 周迅的各章啊 他讲这个历史故事呢 大致是依照从早到晚的这个时间顺序来排列的啊 但是并不是很严格啊 我们后面再看一下啊 第一章是从商汤啊和雨啊 他把商汤放在前面了 放在雨前面了啊 从前面来看 这个是商汤和雨 然后周文王啊 应该是一个从早到晚的关系 下面呢 就是到春秋战国了啊 那么春秋战国显然是一个主体啊 就是前面的这个 讲这个上古从姚顺雨汤文武啊 就是这样的故事都比较少 而且这类的故事呢 主要都是一些很空洞的道德说教啊 就是长篇的这种训诫啊 但是没有什么 非常详细的这个 故事的情节啊 也不交代这个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啊 但他一讲到春秋战国故事 往往就比较这个 生动的一些情节啊 而且还有这个比较明确的这个 历史背景的交代啊 那么他的排列显然也不是严格的按照时间顺序 大家可以看到楚昭王啊 这个岳王勾建 春秋晚期的放在前面啊 下面的金献公啊 这个放在后面了 反而啊 金文公也是放在后面啊 所以并没有一个很严格的一个顺序啊 下面就是我们讲的 他的讲史的重点是这个春秋战国啊 那就是说在周迅的编者眼里 这个属于近代史啊 而真正的古代史啊 他是不太重视的啊 是不是并不是他叙事的重点啊 而且呢 他讲这个西周以前的这些史事啊 很明显的可以看出 就是战国时人的这种依托之词啊 宇迅 宇迅 然后这个这个汤迅太甲 这个有什么根据 这个而且他讲的那些话 基本上都是战国时期的那个人 常见的大白话啊 反正我是不相信这个可以拿来 这个用来证明这个姚舜 顺与时时候的这个事情啊 绝对不可以当作信使来看待的啊 而且那个包括讲十一周史 像他三月章讲说周文王有子四人啊 或贵或爱或长或贤啊 我们知道这个文王啊 有有多少儿子啊 这个文献有不同的记载啊 但是这个像左传讲文之招有十六国啊 然后至少的也有按照史记的这个这个记载 也有十个人啊 显然绝不止四个人啊 而且他这个地方贵爱长贤啊 就是每个人分配一种情况啊 就是显然是为了说事说理啊 而这个因事而设词啊 故意就是说了他有这个四个儿子啊 这个显然不可以当作信使来看待啊 即使他讲这个春秋战国的历史 好多都是不严谨的啊 比如这个六月章他讲进宪宫啊 这个大家都熟悉的啊 因为这个离姬之乱啊 进宪宫的儿子好多都这个这个死了啊 然后或者最后呢 从而才这个得以继位啊 讲这段历史的时候说他有子四人皆亦为四啊 其中有西齐有桌子啊 有姨吴啊 就是晋惠宫啊 最后一个是余子啊 就是晋怀宫啊 他是晋惠宫的儿子啊 是晋宪宫的孙子啊 显然这个不是这个晋宫宫的儿子啊 就把孙子的辈分都往前提了一辈啊 这个按照战国时候的学者 不至于犯这样的这个史实性错误啊 恐怕 大家都都很清楚这个事情啊 所以他其实 并没有在这个史实上面下太大的功夫啊 他的讲史主要是为了配合他的议论啊 甚至他有的地方是故意的去修改啊 包括比如说文王的有子四人啊 这种或者是虚构的这种历史啊 但实际上在战国诸子里面我们看啊 就是战国诸子引述历史故事的时候 这种情况是普遍存在的啊 是当时的一个普遍的分一个风尚啊 可以说就是他们的目的啊 就是为了要讲道理啊 我能把我的这个道理说明白就可以了啊 究竟这个事情是不是真的符合当时的历史实情啊 谁也不会去在意啊 包括听讲的人也不会去在意啊 他们只是就是顾望言之 我就顾望听之啊 就道理我我我接受了就可以了啊 你的论据究竟是不是完全可靠 没人去搞考证啊 那个时候 呃 由此我们就比较一下啊 就是跟儒家的这些典型的代表作啊 就是战国时期的诸子里面 比如孟子和荀子啊 孟子和荀子里面啊就比较少引用历史故事啊 呃 当然我不是这个真正的做过这个系统的研究啊 我大概就是差不多翻一翻啊 也要请这个陈先生和郑老师 你们多批评下面讲的啊 就他们的内容和叙事 我觉得都是有一个固定的模式的 就是他要以诗书为本啊 呃 他的讲述的这个范围就不出这个姚舜与汤文武啊 啊 所谓这个六王啊 啊 这个范围 这个圣军的范围啊 而且是不太讲这个春秋战国的史事的啊 这个地方我们去举这个史记里面 武帝本记最后啊 太史公讲了一段话啊 就是说像这个武帝德啊 帝西姓这种呃 这种这个属于这个礼记系统的这种书啊 儒者或不传啊 像这个孔子嘉宇啊 像这些东西啊 讲这个古代帝王世系的啊 这个就是汉代的儒者都认为他们非圣人之眼啊 所以就不传学啊 嗯 那这个本身到后来这些文献 其实都在收在这个儒家的记里面 传记里面的啊 并不是还并不是说是这个道家 他们传的这种荒诞不惊之眼啊 嗯 那么这个我觉得儒家这个方面的态度啊 就是汉制的一个一个总结啊 是最到位的 祖术姚顺 宪章文武啊 宗士仲尼啊 就是姚顺和文武之外 这些我们都不讲 而这个姚顺和文武啊 他们就是一个道德典范啊 他们跟历史就是儒家是实际上并不太重视这个 作为这个史实的历史啊 他们需要的就是塑造一个 一个道德楷模啊 或者古代的一个黄金世界啊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目标啊 就是现在的君主 你们就是要以他们为目标去努力啊 其他的就是他不太重视从这个历史中 吸取一些什么经验教训之类的啊 所以他们不太重视这个春秋战国的近代史啊 这个寻子里面有一句话说 众尼之门无耻之数子 修延护五霸啊 就是这个武霸在这个儒家看来是根本够不上这个进入他们的谈资的啊 武霸做的那些事情根本都是阴谋暴乱啊 这个呃跟儒家的这种道德理典范相距太远啊 但是道家就完全不一样啊 就是像尤其是黄老学派的啊 还有法家的一些这个著作 引述历史故事是很多的啊 比如韩非子大家都很熟悉的 呃有专门有外出说 内出说这些专门用来收这个这个故事 这个这些谈资啊 论据的这种一部分啊 还有律师春秋和淮南子啊 他们的形式很多地方都是讲故事和这个议论夹杂在一起啊 实际上就是他们在讲述历史的时候也在创造历史啊 所以道家就很多的这个皇帝书啊 依托皇帝的啊 包括这个依托上周明臣的这种阴谋书啊 他们就相对于这个上古史啊 其实他们更重视近代史 这里面你去我们可以统计一下啊 就是这些书里面讲述的这些故事 大概80%以上都是春秋战国故事啊 我觉得这跟他们这种取法后亡啊 就是道家是一种进步史观啊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肯定比过去强啊 或者我们现在不一样 不能拿过去的标准来衡量现在啊 这个跟他们的这种政治的态度是有关系的啊 最后啊就再讲一点这个推测啊 就是周迅这个书啊 跟吕氏春秋的关系啊 这个是我在很多地方这个做报告 介绍周迅的时候 很多学者都提出来啊 这一点啊 也引发我的思考啊 大家知道吕氏春秋这个是他的主体 这个十二季啊 是以十二月的这个呃 来来这个编排的啊 他的这个架构啊 显然是有这个阅令思想的这个在里面 影响在里面 但是呢这个周迅的十二月显然不是一个阅令思想啊 就是他只是用十二月做一个记事啊 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但是呢这个吕氏春秋这十二季啊 确实跟他的在形式上有很相似的地方啊 我们不好说两者之间有没有关系啊 还有就是从文本上来讲啊 就是周迅里面七月章讲的这个赵顿啊 就是大家很熟悉的 赵顿救了这个桑下恶人啊 后来这个禁灵宫要杀他的时候 这个恶人这个这个灵哲救了赵顿啊 还有九月章就是秦穆公啊 这个他的好马啊 善马亡尸了 然后被这个野人所得 野人把他吃了啊 后来秦穆公找到了这个 这个这些野人以后 没有怪罪他们还赐给他们酒啊 后来这个打仗的时候 失利这些野人就来帮助他啊 这个帮助秦穆公转败为胜啊 这两个故事呢 又鉴于李氏春秋的这个爱事和鲍庚这两篇 而且也鉴于说院啊 但是如果我们进行一个教队的话 教堪的话 就是李氏春秋的文本 和这个周迅是最接近的啊 基本上是可以说文字不差啊 而且这个周迅可以用来 丁正金传本李氏春秋的一些 俄物之处啊 所以他们肯定在文本上面 是有一种同源关系啊 现在我们不强调谁抄谁啊 就谁先谁后 这个都不好说 但是他们的文本应该有一个 共同的来源的一个组本啊 而且这个周迅的这个六王五霸 这个说法啊 在传世文献中也仅见于李氏春秋啊 而且大家知道这个很多学者都认为 李氏春秋是战国晚期的这个黄老之学的一个极大城之作啊 那么其中的道家思想呢 有一些是来自于三晋地区的啊 那么吕不韦啊 就是大家知道他是洋笛的人啊 就是在洛阳南边啊 属于韩国的啊 后来他这个经商致富了以后 长期在赵国的邯郸活动啊 后来这个做了秦相之后 他的封印是在洛阳啊 十洛阳十万户啊 所以吕不韦这个人 从他的这个出生背景来看 和三晋地区啊 和洛阳啊 有很密切的关系啊 所以李氏春秋里面就是 这个吕不韦他的门客啊 就是编辑这个李氏春秋啊 其中应该有一些相当一部分 是三晋这个两周地区的诗人 那么他们把这个周迅的文本 带到秦国啊 吸收到李氏春秋当中啊 也是很顺利成章的事情啊 还有就一个很有意思 我们刚才看到的 就是秦简的这个唯利之道啊 这样一种力学的教材啊 里面大量的采用了 这个道家经典里面的一些名句啊 就是过去学生都注意到 里面有老子的很多话啊 比如什么莲儿不悦啊 这个这个复为病病 事与不病什么的这种话啊 都是这个这个从老子里面来的 现在我们看到了 知道了还有彭祖啊 那么有一些学者就指出 就提出来一个猜想啊 就是唯利之道 其实是反映的是黄老之学啊 不是简单的这个说我们秦啊 就是言行俊法就是法家啊 而且这个吕是 这个还有这甚至啊 推测这个唯利之道 是编转于吕不韦当政期间啊 是吕不韦下令编转啊 这个当然是一种推测啊 没有多少真凭实据 但是它确实能启发我们思考啊 就是我们说汉初这个黄老之学 压倒性的这样的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啊 这么盛行啊 而且汉成秦制啊 我们从法律现在出土了很多的这个秦 从秦代到这个西汉早期的这种法律文书 可以看到汉代的这种法律的制度体系啊 完全是继承秦朝的啊 那么汉初的这个黄老之学难道就是说是突然这个新生起来的吗 突然冒出来的吗 他有没有这个秦代的这个统一中国之后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大的学术背景在啊 是否这个秦这个统一啊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黄老之学的这个普及传播啊 这个我觉得都可以下一步我们可以讨论和思考的一些问题啊 我大概讲的已经不少了 好 下面就要请这个大家多多的提问啊 和这个郑老师和陈先生批评 谢谢大家 韩老师请坐 我也陈老师去 那让我说啥呢 我是这样啊 这个我是对这个韩维对包括以前的那些讲的内容呢都很感兴趣了 呃 那么我是想说呢 呃 实际上这个呃这个讲座啊 就是从这个出土文献跟思想史啊 这是他的这个主题啊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文研院或者说我们各个院系学部都会搞很多这个活动了 这活动是不是呃有点多了我也不知道啊 那么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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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想说这样的一个周迅 这样的一个古代的重新发现的 这样的一个篇章 那么就是说 无论说它从简薄的形制 陈老师您先请坐 无论从简薄的形制来讲 或者说它整个组成的结构 包括它的命名 都使我们就有了个很深的印象 就是说这个古代的这些书籍 它的这个文体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想在过去 可能就对这方面重视的不是特别够 就是我的印象中就老一代 可能还是蒙文通先生 可能是更 就是他对这些问题分析的 可能比较有自觉的那个意识 刚才那个韩老师提到这个 这个古史 古史的这个 蒙文通先生 我想起来 就是说记忆特别深刻的 就是印象特别深刻 他就是说上古文化分三系 这三系呢 它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那么它是通过这个 这个就古史传说之不同 它分出这个分析出来的 这个是这个是在我们这个考古的证据 没有特别充分之前 那它是这个是动见 就非常重要的一个动见 那么它这个对这个文体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分析呢 在这个周代这个哲学思想的发展 这篇这个特别重要的一个 这个论文里面呢 也揭示出来了 那么我们想说的这个训 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形式呢 那么我们知道 这个淮南子里面的各个篇章 都成为这个训那个训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 对它比如说这个圆道训啊 朱真训啊什么的啊 诗哲训这样的一些 各种各样的训 但是对这个淮南子的这个各个篇章 它之所以成为训的呀 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因为早期的这个线索呢 指向它是有可能成为偏的 对吧 那它为什么成为训 那这是一个问题 那这个地方的训呢 我觉得还是一种训诫体 主要是一种训诫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那么训诫跟那个问答呢 那么我们说问答的那个 就问对的这样的一个形式 跟那个对话体呢 还是区别是比较大的 这一点我觉得还可以 可以继续的这个讨论 因为这个对话体呢 是对于这个阐述思想 那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我们知道 这个早期的文献都是词嘛 就是一个一个的词 或者说那个名文呀 或者说这个普词呀 或者说这个 或者说这个青铜器呀 上面的这些名文呀 普词呀 包括一些这个储词 到底是个什么样的 意义上的词 都要讲 就是说它是这个 它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就是说 抒发个人观点的 这么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 就最早的文献的这个性质 它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后来呢 它会逐渐的会发展出来 一些这个新的因素 就会有一些这个 有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思想 都不断的徽章了 当年这个朱志欣 在这个北大教这个 这个讲课的时候 特地讲过这个问题 据说它是一个不断的这个发展 那么这个对话题呢 是比较有利于 这个哲学思想的这个惨发的 我们知道这个古希腊 也是有盛行那种对话题 来讲哲学的 我们也会在这个哲学的著作里面 会看到这种这种对话 这个对话呢 就哲学家 它那个哲学著作里面 那个对话呢 它是有很强的那种论辩性质 往返论辩 或者说一种不同思想 那种碰撞的那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 那样的一个形式 那么我想呢 就是说皇帝书里面的那种 那种问对呢 和这个是不是特别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问题呢 就是说我刚才听这个 韩伟老师讲的这个 对这个结构啊 这种形式的这个分析 那么我们说呢 他这个 你也提到了啊 你也提到了和这个 吕氏顺秋那个十二纪 可能是既有联系又区别啊 这个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因为这个是一个 也是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个古代文献里面呢 发现用这个 这个阅令这样的一个方式 组织起来的东西是很多的 是吧 那么我们是在管子里面 我们会看见 一桌书里面我们会看见 那么除了这个 这个礼记里面 那个阅令这个文献之后 这会很广 那么这个 像吕氏顺秋是一个 是一个比较系统化的 我们也会在这个 这个 就是长沙子弹铺博书 是吧 那个里面的那个连图 带那个 那个那几个什么 八行文 十三行文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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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文字 那推敲呢 我觉得还是 以前因为那个 那个饶中心先生和这个 李玲老师呢 他们都做 做过一些这个研究啊 就说这些文献呢 都是按照这个 时间来这个 组织起来 这一点就是 我们说 我们和这个西方的 汉学研究者 这个交流 他们印象非常深 他们就认为 这就是要时间的统治 我们都觉得 这种说法都有点奇怪 但是呢 他们就会 把这个东西呢 就是 就是这个 特别的提出来 但我觉得呢 就是他 他无论如何 是周迅的一个 结构的一个 一个部分 就是他们之间呢 是不是有联系 这个我也不太知道 这个一会儿 我们还可以 这个 这个讨论 那我说的已经够多了 对吧 那么我们下面 还是请我们 正经的这个 评议人 这个 这个陈老师呢 来这个 做这个评议 好吧 我可以站在那里讲话吗 今天是 对我来说 是非常难忘的一天 我一进这个地方 我就想起 饶忠义先生 他曾经 一次 诗人的聚会里面 他说 出土这些猪简 他说 这个我是用最 虔诚的心 来翻译他 他说 这是Bible 所以我很有幸 我这一生 有机会 三次 两次呢 是参与 这个好像2007年的 三四页简 北大第一次 公布这个老子的汉简 是吧 是你来发表的 好像是2007年的 春天 是不是 晚一点 是吧 好 那 啊 对 不是 就是公布老子 就是你在场 你公布的 这是一次我印象 非常难忘的 另外就是 今天 那有一年 我到上海 上博的 就是上海图书馆的 博物馆的馆长 他问我要不要看 那个上博的竹简 我说要 那时候我记得八楼 他就叫打个电话 然后下面在坐坐坐坐 坐自身飞机 然后给我看了几枚 然后给我看了几枚竹简 就是几秒钟吧 好像就没有超过一两分钟 看到一些内心真是想到饶功讲的 就是像拜博一样 但是我反而对拜博没有这样虔诚的心 因为我写过耶稣性化下这本书 所以今天是第三次 公布这个竹简 我们今天在座的有这个机会 我先要跳出来说几句闲话 今天是历史系的 我们非常感谢同仁来公布这样的一个 花了多少心血来整理出来的 那么因为我自己念过六年大学 我最早是虽然我是福建人 福建长丁 就是客家人 我陈古印是我妈妈在古浪一环印的 但是我十四岁到台湾 我父亲先到那里工作 跟政治没有关系 那么后来我去 那么我念高中毕业以后 我考上师范大学历史系 读了两年 要读第三年了 我们也念到什么书 所以用高中文评重考台大中文系 中文系念了一年 我转到哲学系 所以文史则我都过过 但是这个过过呢 我就对历史啊 他们那个态度啊 我每一个系的优点缺点我都知道 但是我今天不评论 所以不同系 我觉得成立这个人文社会科学院 这是很有必要的 大家不同的来这里交换一件 我受宠若惊 念哲学的 念哲学本来就跟死学 跟这个文学有很 虽然有很大差别 但是都属于文学院 但是都属于文学院 那么 因此呢 我们对黄老来说 是有不同的看法 就算是我们都是哲学系的 哲学系 那那个 如果是逻辑 诗真论 知识论 什么什么 跟那个文学性的哲学 那个差别很大 好像是不同系一样 那么 尤其是我为什么要讲到这里呢 比如说 你说老子跟庄子 他们都属于道家 他们因为有 基本的思想观念是相通的 比如说儒家 仁义礼 是不是 那么道家 在行上之道跟德 以及虚 明 阴阳 这些都跟儒家不同 可是 老子 如果我们说哲学 可以分成两类 一类是概念哲学 一类是 就是文学性的哲学 想象哲学 那我觉得老子 属于概念哲学 庄子属于想象哲学 所以这个表达方式 都很大的不同 所以当然 老学 专学 黄老 自学 在表达方式上就有不同 所以我从这里来开始说 那么我先要说的是我跟黄老 因为马王队出土了黄帝四经 我们称为黄帝四经 所以 美国有好些学者 我想李灵都认识了 恐怕将近十来个 他们对这个黄老 忽然之间发生很大的兴趣 那么我就在那样的一个风际之下 所以我开始进入到黄老 那么我进入到黄老 特别我在1991年 92年 我就那个时候庄子嘛 因为反自由化嘛 所以我也就老讲理睬跟庄子 也不是很妥当 所以我就后来就开始讲这个黄老 那么我是首先开管子四篇的课 就是记下道家的课 所以后来开完这个课嘛 写了一本这个管子四篇 这样的一本书 包括记下道家啊 这些等等 那么然后呢 到第二年呢 可能是91 92吧 又开博书的黄帝四经 马王队的 所以这两本书呢 我手上拿的是商务印书馆的 北京商务印书馆的 那么在这里就跟我现在要说 当我我现在要 要要可能谈个五六分钟 或者不超过十分钟 黄老的一个思想脉络 因为我自己喜欢道家 所以这个道家呢 我总是在老跟庄 这样的一个道家道家 其实道家派别太多了 是不是 你比如李四春就 《波尔篇》里面就讲 老当贵柔 孔子贵人 观影贵清 列子贵西 阳朱贵己 十家里面我算了五家 除了孔子之外 其他四个都是道家 是不是 所以道家派别很多 但是我们估计把它 很长的时间之后 很多淘汰了 我们以代表来说 就是老庄 然后黄老 那我们讲黄老 先讲季下 是吧 就是广子的 所谓广子四篇 其实不止四篇 有形式篇 奏合篇 这个水地篇 还有等等 一共我的书里面写了八篇 都是称为 季下的黄老 那么如果我们要了解 季下黄老 可能先要了解 郭乙业以下的 郭乙业以下 里面就有老子 很多老子的思想 然后放力 帮助夜晚勾建 成功之后 功成身退 他就到齐 所以 齐老子思想 怎么进入到齐 道家思想 怎么扩充到各地 我想 放力的 那个 而不是 郭乙业以下 是很重要的 就是很可能放力 到齐 是吧 他两次 发大财又 帮到另外一个地方 他跟这个美女西施 是不是 然后呢 他到了 把老子的 这个思想 传到 带到齐以后 这个齐呢 是刚好是 就是 认为啊 你这个 就好 我来说 我来说 你这个 我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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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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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三次做祭酒 党委书记 所以这一个 这个祭夏修功 那么我们根据史记的记载 那么祭夏先生76人 有姓名有名时代表里面 既是皇老 所以这个皇老在祭果影响之大 然后扩散到祭 到秦 如果你在看李氏春秋这一部书 朱子引用的最多的是谁呢 你看序就是黄老的一个要点 就在李氏春秋序里面 那我有一次打电话给 因为我到柏拉格去讲老子 所以我只带一本书 就是李氏春秋 我是一篇一篇读 然后我可以断言李氏春秋也是黄老 所以因为某中间写了 李氏春秋到淮南子 所以这两个都是一个黄老的系统 然后你参照史玛堂书说的六甲要子 那么我就问某中间 我说中间你看看 李氏春秋引用先情诸子 引用最多是谁哪一家 他想他是不是老子 我说不是 是庄子 可能李氏春秋都没有引用孟子 我如果记不错的话 或者你有本事 你找个五条引用孟子的话给我 但是李氏春秋引用孟子引用多少呢 引用五十三条之多 一文这个五条一共有五十八条 就是我的老师王淑敏 他用毛笔写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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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 先情诸子引用庄子之言 然后这本书我现在锁在保险箱里面 那么当时这篇文章 我们在道家文化音就发表了 就是所以 这个庄子不像朱熙署说的 在冷皮处自说自话 所以道家商派老学 庄学到黄老之学 但是 当然庄子 老子无为 为无为 无为而不为 他的无为用贺光子的话 就是物万为 江海之大 这个 非渡养一川之游 民主既于求人 非物都为也 不要装断的 不要干扰 不要以百姓心为心 所以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 就是如果你顺任民性 民情去做什么事情 都可以做得好 我称之为古代的民主思想 因为他没有嫌疾 以百姓心为心 老子 可是老子的无为 什么事情做得好是无不为 可是到了黄老 无为而无不为 非常重要 我们怎么断定 他是老学 或者专学 或者黄老之学 你无为 老子出现十二次 除了道场无为 其他都是对君主来说 就是如果用习主席 我记得在海外看到的 说要把权力 放在笼子里 放在笼子里 意思就是说 你要分工 各时其之 所以 广子四篇里的心书上 打开来第一段话 心之在体 君之谓也 久俏有直 光之分也 物带鸟飞 物带马走 心 就是主宰的 身体的主宰 而鼻子嘴巴 眼睛 久俏 各手 各式其子 等于说现在 各个单位 最高的智者 领导 就是掌握 基本的宗旨 基本的政策 然后外交部 法务部 教育部 卫生部 各时其子 你不要浅业 我觉得其实 我到大陆 84年到97年 一直这一次 来了五六年 我看到各个单位 之间都是这样 我以前是台联 而且台联顾问 所以我如果要有什么事情 可以透过单位 单位跟单位 你有意见 跟中宪部反对 跟舆论有关的 你找中宪部 你有意见 跟旅游有关的 你到旅游局 他们安排 就是各式其子 这就是环老 无为掌握基本宗旨 然后各式其子 心之在体 君之谓也 你如果了解这样的一个 黄老的思想 同时也了解到 卢墨 道 法 各家的长处都有的话 而 他唯独 对于道家 特别推崇 这是黄老 就是吸收了 墨家的思想 卢家的思想 法家的思想 阴阳家的思想 然后你从李氏春 就要到淮南子 然后再从淮南子 到 这个王毕的 老子六列 也是讲到 各家的 长处跟缺点 但是只有老学是本跟末的一个关系 跟其他国家关系 所以这样 你尤其是 我曾经细细的 三遍以上的 去看 王毕的 注 王毕的 注 注 周易注 我慢慢地找出 他的 黄老的思想 就是心智在体 君之为 各式其职 你再看 郭相 他的黄老 政治哲学 黄老思想 非常明显 好 对不起 我今天 没有时间 多介绍 黄老思想 不过 道家是有三派 这个 老学 专学 到黄老知学 虽然我最喜欢 虽然是 是庄子 可是我不能不承认 不能不承认 藏国 往期 中往期 特别往期 那么黄老是 一个时代的 一个主流 主导 主体 所以这样的一个 时代的思潮 滚滚而来 那几个大国 强国 这个 旗的黄老 这个有马王堆 贺光子 是吧 马王堆 出谷的 黄帝 主的黄老 再秦的黄老 所以他才能够 一统天下 然后到 淮南子 但是都是因为 黄老的那种 心胸的开阔 因此 跟独尊卢树 跟董仲书的这个观点 跟汉武帝 必须要 一 如如为 那个 然后 所以你每一次 你这样来看下来 这个黄老思想 是 就拿 异状来说 司马堂不是讲 司马堂说 学义 不是 学义与阳和 学道与黄子 是吧 学道当然就是 道家 老子 是吧 但是呢 学义与阳和 阳和本义 田和之家 田和就是旗 所以 异状 如果你看 黄老 你就会明白 黄老 富有那种 旗 田旗 富有 歌星性 你读白星篇 就知道了 富有那个 贪污革命 革命的概念 不是当代就有 革命的概念 就是出自于 这个团状 格挂 贪污革命 顺天而 应人 是吧 那种 个性性的思想 然后你再看 细词 那个 推天道 以名人士 细词所谓 比如说 生生之义 那个生生 不是儒家 是广子的 天瑞篇有 讲生生的 庄子大宗师 讲生生 内叶篇 讲生生 产生生命的 生命体 那个生生之为义 所以你看细词 你一张一张看 一节一节看 一段一段看 里面的思想 天道观 宇宙观 都来自于老庄 或者是黄老 它那种政治哲学 来自于黄老 所以黄老影响之大 你这个 包括异状很多东西 都认为只是儒家 实际上 它里面生透了很多黄道的思想 因为炉 世俗都不谈阴阳 阴阳一次都没有出现 如果你从概念分析的话 但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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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旗的黄老 本宜 洋河本宜 田河之家 你看看 如果从黄老的角度 你就会看到 这个 这个义传里面 很多 老 庄 黄老的东西 那么我今天 可能 说的太多太长 我的意思就是说 黄老 他是 老跟庄就很大不同 那么然后呢 又跟黄老 当然就不同 但是他之所以成为道家 有他 司马唐署 所说的理由 好吧 我今天 可能让大家来讨论的时候 那个好吧 那 我要说 作为一个 这个战国中旗到汉代 那个一个 秦汉 大一统 我们没有像欧洲那样 变成 十几个 几十个国家 这个恐怕跟黄老 有关系 黄老做一个时代的主軸 时代的主体 时代的 主要的思潮 这一点 我希望 由于 黄帝世纪 由于 再加上 李氏春秋 跟广子里面的 很多黄老的东西 那我们希望 学界对黄老 应该重新顾驾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您请那坐 那就谢谢陈先生 不过陈先生刚才 那个 你好像没对那个 韩老师讲的东西 进行评议啊 是吧 那我这样吧 就是那个 陈老师呢 想说啥就说啥 那我呢 就是这个补充 补充一点点 其实刚才呢 就是那个陈老师刚才 一开始没 没来讲的时候 我提到一点点 那么 第一个啊 就是文献学上的问题 就是说 这个周迅 这个 这一篇的一个定名啊 我觉得还是 证据确凿 就是和汉字里面注入的 这个周迅 我觉得这个证据是比较清楚的 那么我们也知道这个 这个 网文堆的那个 那些黄老的博书呢 唐兰先生以来呢 就有很多人都认为是那个黄帝四经 我现在也比较怀疑他 就是因为从文献学上找不出来特别的明确的证据 我说周迅还是比较清楚 最起码那名字是在哪儿 是吧 这个是很清楚的 那么疑惑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 他是处在这个 这个就是那些老庄呀 文子呀 这个或者说贺官子那个后面 而是在那些黄帝书的这个 之间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么这个位置怎么来考虑呢 我们也 我也不是特别清楚 就是说 但是呢 要从这个 这个文本本身所透露出来的这个 这个意思来看呢 你说他是一个皇帝书 这个 这个证据我觉得不是特别清晰 那你说是一个 老庄那样的一种 讲这个 抽象旋理的书 也不禁然 对吧 你肯定不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怎么来 来思考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是一个 值得探讨的 那么 汉制里面很多奇怪的现象 那我想呢 就特别是讲到黄老学的时候呢 我想那个也是提出来跟陈老师 韩老师一起商量啊 就是说 就是因为我对这个黄老学做了一点点这个很浅薄的研究了 就是这个研究呢 表就是我 我是特别深的感受到呢 就是说 这个实际上 这个实际上早期的门户之鉴不是很强的 早期的就是门户之鉴没那么强 特别是黄老学 我们要对待看待这个黄老啊黄老学的时候呢 一定要理解就是早期的人的门户之鉴没那么强 那么刘向他们整理群书 就教理这个群书 把它分成这个契略啊 或者分成各种各样的部类啊 有的地方很准 有的地方是吧 有的地方呢 是有道理的 有的地方呢 也是不得已 对吧 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汉制里面 比如说这个 这个把这个惠师工程龙放在一块 成为名家 先情哪有名家一说呢 对吧 道家也没有 对不对 他有辩识和辩者 他没有名家的一说 那名家是他杜撰出来的 就为了整理那么几种书 而且这几种书 这互相之间 我们要是深入的研究其语境的话 就发现他各不相同 郭松龙是一套 慧师呢 跟他实际上是指趣是完全不同的 这一点呢 我觉得我们过去的 就是中国哲学的研究的这个 这个专业领域里面也没达成一致 冯先生和蒋 这个龚松龙跟慧师放在一块儿讲 一个是黎坚白 一个是何同意 我们现在觉得这个都没有什么证据 就是 这个再也不能这样讲 对吧 就是说明了 就是说这个 其实即使是汉制这样的分类留下来了 他是这样的注入 但是呢 我们在很多时候呢 也要 也要从他那种苛究中解放出来 从更广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这个问题 所以说呢 我觉得周迅这一篇呢 他还是有一些疑点 这些疑点呢 我们还是觉得应该 应该进一步的来探讨 我也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那那个 是不是这个 我说了半天 那个 您是先要 接下来我们是怎么着 是先把这个时间呢 留给大家 这个提问题和讨论 一会儿再请这个 韩文老师 做一点回应 那么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 就 交开放给大家吧 好吧 那么看看这个各位 有没有什么问题 反正机会也比较难得吧 还有 我向韩老师提个问题 就是 这篇文献的作者和他的流传情况 因为毕竟他是给太子做的这种训 我们能不能有一个 大概作者的推测 或者说 他以后这个流传 他的受众群体大概是什么 这样子 我是那个 就随时作答吧 我就 也到最后的话 关于这个 就是 今天没来得及细讲 就是 我还是怀疑 就是说 怎么 就不能确定说 这个作者到底是什么 但是 到底是谁 这个没法落实 但是我觉得 还是应该跟 周昭文工 有一定的渊源关系的 我在周昭这个书后面 附的那个文章里面 我做了一个推测 我觉得可能是他的门客的后学 来编辑了 就是当时 就是说 最最初的这个训诫的这些材料 可能是由周昭文工的门客 传下来的 而这个编辑周昭的人 应该是跟两州地区有比较密切的关系的 或者就是出生于两州地区的这些世人 否则 很难想象 他们会 就是选择这么一个不是特别突出的这个人物 作为一个依托的对象 来 来编这么一部书 我觉得编这个书的目的可能还是 就是他 你看他 他主要是为讲这个历寺的问题 因为就战国时期 这个各国的这个这个储位的争夺 还是非常激烈的 有有 因为这个储位之争 出现了很多的这个政治的动乱 这韩非子里面 他专门就是讲到过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就是说 这个无论是统治者来讲 还是说身为这个太子的这些继承人来讲 他们都是希望这个能够 不要这个因为历寺问题 发生大的动荡 就是 所以希望这个从这个历史中间吸取一些这个经验教训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个阅读 当时他针对的这个群体 应该就是君主或这个贵族子弟 这样的一个群体 而这个 他的这样的一个受众的范围 实际上在这个汉初仍然是到延续的 就是大家知道这个西汉早期是郡国必行的 这个诸侯王国有很大的独立性 所以这个在史记里面都有记载 这个诸侯王国也出现过因为历寺问题 发生的一些这个动乱的事情 所以这个一直到汉武帝 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削夺这个诸侯王的权力以后 可能诸侯王示威以后 所以这个周迅的这个读者慢慢的这个群体就消失了 就不再存在这么一个读者群了 这也是他失传的一个原因 这当时我做的一些推测 韩老师我想问一下 那个是北大汉检的老子 跟那个就是陈先生 现在这个老子在文字上那个差别大不大 或者是有哪些明显的不同之处 我想问一下韩老师 这个当天陈先生请我做了一个报告 也是这个陈先生就邀请我去讲了一下 这个北大的这个老子 这个书出版了好几年了 就是好像这个 我就是当时写了一篇比较长的文章 做了一个整体的介绍 后来也发表在陈先生编的 那个道家文化研究的27集上面 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看那个文章 就是我当时就总体上来讲 就是北大汉检这个老子 就是他是处在这个马王堆博书 本和金本之间的这么一个中间的形态 我觉得他已经接近于定型了 跟金本的这个差别更少一些 这个也是符合他的这个当时 他的时代的这个他的历史的位置 我可不可以借你的问题 说几句话 我觉得郭殿初简 是我特别强调他的重要性 第一个就是 他的时代可能早到老子过世 都过才一百多年 所以他时间非常早 所以我觉得比较接近主本 那么有两处是给我印象非常深的 一个就是天下之物生意幼生意虎 他说生意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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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太重要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八章是遗上人 人与人之间交往 还是要重视人 老子 因为在西方很多都认为 老子是反伦理主义 其实他跟我现在对比这个文艺 他跟孔子有很多方面 我们一打开文艺第二句话就是 孝帝也只其为人之本 是吧 这里讲孝帝 老子讲孝词 是吧 人最重要要讲孝 孔子也讲孝就是爱人 孔子不自为人 孔子人是仁者爱人 所以 老跟专就是反伦理主义 是只是外杂篇里面很多 就是 很多被工具化了 就是易化了 所以专者后修有很多的评论 但是我现在回头要说 如果你说接人气溢 就跟第八章以上人是很冲突的 而且 国内的学者 都受了黑恶的影响正反合 所以就认为先有正命题再有反应题 先有老孔跟孟的主张仁义 才有老子的反对仁义 这样就把老子其人其书都拉后了 这个我觉得郭殿出土可以曾经 把老子这本书拉后很重要的原因 当然我还有很多意见 我借你的话说这样的 不同的版本会有不同的参考 跟通询本对比 琼老师 杭老师好 两位老师我就想问一个问题 之前有段时间我们北大有个校友 他就是写自己的妻子 然后隐居伤林 然后我想针对今天这个老庄的那个道学 然后他对当下的社会是不是有更深刻的意义 我理解就是这个道家对当今的社会的意义 那应该是陈先生你来我是没有 我从来没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就在只讲环老好不好 从老学到环老之学 我觉得现在就是一个 我觉得正在提倡国学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我这一生 慢慢慢慢慢慢知道的从旺右到文革 对我这个热爱主播的人来说 是内心的地道文革 因为我在白色恐怖 然后 我跑了很多地方 没有哪一个国家民族不重视自己的典籍 假如我们缺发历史意识 就像你 缺发历史意识 过浓 那就削留了 掩盖了你的创造动力 但是如果没有缺发历史意识 他说就像阿尔比斯乡下的居民那样 思想事业是那么狭隘 所以以前 虽然说 政治上的儒家 一笑作中 中医领袖 造神运动 反正的 基础教育 跟中学大学 都要读这些古代的典籍 所以我想 对于风土 对于 是有很大的 发生它的 好的一面 可是现在 逢中必防 好像 好像把历史意识都给切断了 那就变成一种自闭症 这个严重性 这个我不说 我才不是这个场所讲的 但是 我现在回来 那么 我是感觉到 对不起 也许不应该讲这样话 我常常在公共的场所 坐地铁 我最近坐地铁次数比较多了 是吧 餐馆吃饭 有很多 我常常看到很多人 坐没有坐相 吃没有吃相 我也常常很害怕 我这么爱 同胞的 到国外 很怕 声音大的 以前一定是台湾 现在一定是老中 讲话声音 或者是 所以我觉得 这个儒家 我现在也觉得很重要 特别是911 跟难民朝 三十万以后 我觉得 他们那种 那种 他们那种宗教 都是唯我独尊的 这个我有机会 你们看我耶稣新发生 这本书出来在那 是吧 那种唯我独身 那种独断的 但是我们 从音咒里的 主线时代 然后那种 人文思想 人文的精神 的渗透到 先情阻止 构成一种 人文思想的 澎湃的 那种 那种激发之下 所以有先情阻止起来 就是我们的人文思想 人文精神 我觉得 要比 那个所谓启蒙时代 要早一千多年 但是 如果到现在 才有 我们才有机会来讲 道家呀 卢家呀 讲老子 庄子 甚至黄老 黄老 在理分又快的理智文化 出问题的时候 法的思想引进来 也非常重要 现在我就黄老 黄老如果你读 心术上 内业 你会读 因人之情 而言义之理 然后把理跟法都印进来 黄老 我觉得我们现在 卢也很重要 虽然我在台湾 我对卢家很不满 但是呢 九一要跟三十万难民超一样 我觉得我们没有这样 到处伤风点火 一方面讲自由民族 另一方面航空母舰 飞当 I come back 没有这样的 所以我深深会感觉到 我们的文化 如果你读《易经》 你读《利挂》《坎挂》《井挂》《困挂》 你会了解到 这个民族 如果你不了解这个民族的多灾多那 你就不能了解这个文化的深层的一面 因此我很希望 我们文史则也好 作为一个中国人 假如我到埃及 说布拉图 亚里斯多德 他们都说 某这样不知道 我们会觉得他们切发文化 同样的 我们中国的历史文化 经过两岸都很大的灾难 今天能够这样起来 我觉得黄老师想 也很重要 理跟法都很重要 那好 那我们时间 我们最后是不是要请 那个我们主讲人 黄老师在 我说几句话 因为我昨天跟今天 跟崔小娇一块 一直在讨论 读那个什么 就是周迅 是不是 本来我要他发言 因为他跟我 谈了很多重点 这样的 他跟我讲 我说你注意一下 他跟黄帝诗经做一个对比 因为王伯不是讲到 正嘛 以正治国嘛 是吧 老子 这个以正治国 以其用兵嘛 那个正 这个黄帝诗经的经法篇 第二篇就是经正 经主要正 那个正也可以 政治的正也是要正 所以呢 如果把黄帝诗经做一个对比 周迅里面 可能会觉得黄老之间 他有更多的相通的 因为你已经对到 李氏春秋 跟其他的书 我想 作为一个黄老的思想特点 在周迅里面 我觉得你的叛道 我是支持的 给您个韩老师 非常感谢这个陈先生 精彩的点评 我觉得我 我做的工作 因为我本来是搞历史的 然后搞这个出土文献 不是哲学系的 这个训练出身 所以我对这个思想 尤其是比较拔高的 这个形而上的这个东西 缺乏敏感性 所以我今天做的 我都是形而下的工作 然后陈先生 最后来了一个 形而上的一个拔高 这个层次 我们就一下子上去 我就觉得 当然这个 就是我们 我做的是 这个最初步的 这种材料整理的工作 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非常客观的 这么一个 一个完整的 在线它的原貌 这么一个材料 那以后怎么样 从里面去发掘 它的思想价值 然后包括 进一步的去探索 它跟这个 以往发现的这些 黄老文献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思想史界 哲学界的这个老师们 应该做的工作 那我就非常期待 这方面将来有更多的精彩的成果 再次的感谢这个陈先生 郑老师 感谢 感谢大家 我们虽然有点意犹未尽 但是呢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 那我们 那个邓老师 那个 那好 那我们就 为了这个很吉祥 很圆满的一次讲座 我们再次感谢 主讲人 韩伟老师 和我们这个 平义人 这个陈姑印先生 好吧 那么再次鼓掌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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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